人神胡桃的PV正式公布了 3月2日正式登场 胡桃的天赋技能三个中 有两个非常实用 一个增加攻击力 一个增加团队暴击率 当胡桃血量降到50%以下时 会增加33%的攻击力 而另一个天赋 则是胡桃的1技能 施加的彼岸蝶舞 结束后的8秒内 队伍中所有角色暴击率增加12% 虽然不包括胡桃自己 但还是很强很实用 1技能蝶影来生 胡桃消耗30%的生命值 根据血量提升自身的攻击力 最多提升不超过400% 并且将胡桃的攻击 转化为火元素伤害 同时提高胡桃的看打断能力 胡桃1技能状态下 如果重击会附加雪梅香效果 处于该效果下的敌人 每4秒会对目标 造成一次火元素的伤害 持续8秒的时间 也就是每一次的重击8秒 可以触发2次雪梅香效果 除了胡桃的登场以外 罗莎丽娅的技能也在近期曝光了 罗莎丽娅作为一个新的四星角色 本身颜值颇高 并且普攻手感和观感也非常不错 不过现在龙哥哥最期待的是胡桃了 作为人气角色 胡桃本身的技能倍率和数据都非常优秀 大家期待这个角色吗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